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继续谈关于七一冲击 焦点可能会放在一个世代的角度 其实我会从一个历史的世代开始做引子 我们以前五六十年代 我们曾经有一个世代 叫做Hippies 你还没出生 我也没怕你 但我会听过这个字 这个字通常是很负面的 有些年轻很不正经 又逃避兵役 又吃迷幻药 经常搞事 我不觉得很负面 不觉得没用 很奇怪的 不是的 真的有些都不觉得 正如很多年前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做了金耀基 他跟我说 他告诉我 那个时候是八十年代 他告诉我 他说 我个人多精明 那时候那些人很左派 很左 但是我坚持 那些左派是不对 那我就想想 我坚持 很左 因为八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已经觉得 左派是 正确的 有这个 但我看回 好像也是 所以我不觉得 我拉回这里 主题来说 我重点是 就是突然间 在这个世代 有一个世代出现了 而所有人 是不理解 他们的想法 然后再用 你们 舊的方式 去评估他们 那当然 我结果就是 会错了 这个就是重点 当然不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又出了一班 新的hippies 但你会发觉 有一班人 你是用 舊的世代 方式去 评估他们 或者去 去赞赏他们 或者去 去赞赏他们 都是不会的 因为他们根本是 错了 很简单 一件事 在星期六 原本我们都不够时间 那不是有个 撑警察会 然后很多人的朝天 放在哪里 放在中阵 和泰明霖 你想想 那些年轻人 那是什么 就有心理 那是什么 Winners Winning Eleven 认识 探泳 那是什么 因为我以前也有个年轻人 问我 我很出名 有个演员 许冠英 他来许冠文 和许冠英 都不会分得清楚 你说这些东西 你不会生气 不要许冠英 很出名 我大概1992年 其实那女孩 他都不知道 哪个人叫许冠文 是 那现在的情况 就像这样 又牽涉我们以前 对整个运动 就是前面 就是对这个运动的评论 我们就是说 我们说 现在的老人 通常是怎么想 你们冲击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后果 你知不知道 冲击进去为了什么 知不知道 这个冲击是一个局 你们上了当 甚至有些时事评论 KOL特意拍片 我们要忠告那些年轻 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然后我们的朋友 或者我们有问过那些年轻 或者观察过那些年轻 都发觉 不要当别人傻 才行 这种想法 就是当所有的年轻 都是弱智 来的 他们就很容易被人煽动 很容易被人疏摆 又不知道那些后果是怎样的 然后呢 发生了些什么事的时候 一定是被人疏摆 然后又中计 这些就是hippies的现象 你这些嬉皮士 不就是懂得搞事 和吃迷滑药 不无政业 人不懂为国家服务 这些事情 是再次重新出现 在这个世界上 我首先会讲一讲 就是 这种现象 或者新一代的人 和我们想法不同的现象 其实不仅是香港陌生 你会发现 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说 新一代的人的想法 已经和旧一代的人 在这几年之间 不是十年之间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说 你讲的是 法国黄沛三 或者是 你讲的是 其他的国家 或者是美国 每一个地方 都出现了一些 年轻人的不稳定 而这一件事 甚至是英国 而这一件事 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 所以这个是一个共同的现象 而不仅是香港发生的 不仅是香港发生的 你怎么看这个 新世代和国世代的代构 只会是 例如我做老师 其中一个国家是做老师 只要尝试了解他们 为什么他们会 我觉得是很不同的 你说去到上一次 佔中那一次 佔中那一次 又或者是之前黄之锋 那些 那些你都比较 那些你都比较 抓到 你明白他们是比较老人家 或者一些老人家 更加激进一些 他们会做一些 我们不敢做的事情 想到一些新的创意 但全都是我们预测的 意料之内的范围 他们的政治目的和组织性 是比较强的 今次是完全一样 你叫我说 他们的人拿太阳花去比较 太阳花其实是有组织性的 它是上一代的 太阳花那班人 是全部 就是民进党那些控制了 而且他们到最后 是有等于是 这个扯得太远 等于是到最后 就可以进回去 可以变成建制的 你做完这件事 做完这个非反建制的 你进去建制的 但是 今次是没有 今次是新的 我可以说 太阳花是旧的 2014年的时候 也是旧的 但是今次是完全不同 今次的整个pattern 是完全不同的 是一个自发运动来的 那你先说完 没办法 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这件事 到最后 这种事情 也是世界也是这样 不是香港 世界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件事 会怎样去演变 是 因为我观察 或者了解 接触到那些年轻人 他又不是要选 又不是要 很纯粹的 就是他们是之间 这些活动 去到最后一定是算的 是 已经没有了这个 是的 那他们之间的 邦安 就是默契 是 没有见过的 就是 一起合作做些事情 一起为那件事 就是合作的模式 是的 那种运动的方向 甚至乎 维续运动的精神 就是无相扶持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想说的 世代分野 就是 为什么老人家 会不明白 现在的年轻人 是什么呢 有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我们之前谈过 就是自杀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自杀 现在有三个人自杀 但是我们会发觉 在年轻人之间 那种流传的感情 和老人的想法不同 我不是说老人家 就会很冷漠 很冷靠 很冷靠 但是问题就是 在我们 通常我们一个人自杀 我们会很 真的相同 很哀伤 但是第二个第三个 你怎么都没办法 否认就是 我们会递减 就是这种感情 因为我们觉得 哎呀 那我们也阻止不了 又或者就算 他们不是说递减 都宁愿我收起 我不想觉得 不想留言 是的 他觉得我说 或者歌颂他 又或者是 怎样的话 是 是 很不 moral 的事情 是的 又说了 我往上看到 是拿什么 WHO 那些出来 你不应该说这些东西 就是会有传染的 那 这些就是 你觉得 那是宣似不 成熟的想法 大人的想法 年轻不是这样 是的 我身边接触的年轻就是觉得 喂 你一个人死 第二个人还来 第三个人还来 他就是递增的 那种感情 那些是他的同伴 他觉得是 是的 他会觉得 那些年纪大 但是 你是越来越递减 你觉得 不要低调处理 我们要成熟一点 是的 那些年轻越来越投入 不变 我们这样死下去 我们没有办法去不做事 去延续他的那种价值 是 就是推铁龙车的那些年轻人 就是说 喂 现在我们死了三个人 你教我怎么做呢 是的 还有你说 他们自称 有些是自称死事 是的 我觉得是有些讽刺 是的 就是 我给了占宗的时候 那些所谓的死事 十四事 那些有几个人坐牢 但是你有几个人见了 是的 还有他这些 他真的觉得 我与其跳下去的价值 是 就多一个 那些人都不太管 不如 是不是他觉得做些事 会是多些人关注呢 还有你有没有看他控诉那些大人 就是 喂 那你们出卖了我们 又或者他觉得 问题就是你们无能 所以我们要接受 就是 我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当然我身边都不需要熬熬 身边的那些蓝丝 就是搞乱了香港 然后那些大人就很害怕 喂 现在的民意不再在我们 逆转 就是好像 佔中的时候 你去到旺角 佔旺的时候 于是乎那些人 就说 阻止搵食 那样 他说什么 这些小孩根本就不在乎 就是说你老爷 他放弃了去说服你这些老爷 你可以怎样 那你又懲罰不了我 我又不觉得他们 非常不理性 我觉得他们冲到我立法会的时候 他哭了 整件事是可控的 他虽然是一个自发秩序 但是自发秩序是很少会可控的 他那件事有可控性程度很高 如果我是中印政府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形式的冲 我是可以放心的 因为整件事是没有失控的 我不觉得他们的 不会变成颜色革命 是 我觉得整件事不会变成颜色革命 也整件事 中印政府是可控的 这件事才是他们 是可以胜过你们传统的泛民的地方 就是他们可以能够做到冲击 而做到可控 而那个还是自发秩序 而这个是我 都作为一个很冷酷的科学分析 我都觉得整件事是比较奇怪 和比较难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说 下午有些朋友都问 里面都没有人 你冲去做什么 但是你时后想起 一个解释就是 他因为七一觉得 这次再不冲 就要冲 但另一个角度 你看看客观效果 就是因为里面没有人 他不是说冲着哪一个人 还是怎样 你想想 就是他想做象征意义的事情 不是好像五四运动 捉人出来拖一身 没有人就是会先留下 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第二样就是 你们经常都说开会先冲 开会先冲就麻烦 因为里面有人 他们都不会让你进去 没有人就让你进去 你这么说 开会先冲的时候 人家去警察去打你 就天空地道 是危险的 是不是 如果现在没有人在 我真的任你去捣乱 我可以捣乱 结局还有一样 你捣乱了 现在不是说 立法会有两个礼拜要装修 我就做到那样东西 就是大人完全没有 公公 是三名 做到事 是做到事 是不是 他真的做到事 你记住 我现在是出卖了我的阶级 我都说我是建制派 而且阶级是什么 我出卖了阶级 因为这个是科学 但是你都说 在中联马国 你就是很控制 结果你不会迎头痛击 因为他控制到 你打他反而他控制不到 其实你永远都要玩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弄到 爺爺下不了台 或者你去玩 你去玩 你去玩那样东西 我少少的暴力 你如果不用少少的暴力的话 其实我可以这样说 我一直都这样说 一百万人二百万人 你和你非非 流汗是没用的 我一直是纯从一个 很现实的角度去看 虽然在我的阶级角度来说 我希望你没有游行之类 但是我只是说一个科学的事实 就是有用 做到事 然后我想拉回 最初我想说 你这些大人 常常都以为自己很厉害 我直接可以说 我什么厉害 你们都以为 你们还算什么 然后你看回结果 是完全做到在心目中那样东西 可以控制的 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令到政府 他又不会里面有人的话 你搞到非法禁锢 是没有人的 感觉上很震撼 但实际上那波 没有流血 也都做到人感动 没有流血之余 你也都不敢令到他流血 因为整件事没有流血的原因 因为你不敢 你只要在那一刻 你动手是不行的 所以整件事我觉得 反而 而且最奇怪的是 没有人指挥的 是自发秩序 所以我就觉得 然后再重要的一件事 你经常说中鸡 中鸡 那现在有没有中鸡 你心目中的鸡在哪裏 最后当然都是一些 达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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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你们中鸡 我可以这样说 今次的收割 仍然像上次那样 结果就是 是 发问的职位 还会少了 是 因为他去了一堆中间的年轻人 是 是 谁是Rush 年轻人不像 原本说同情那些钱男 亦都会离弃你 但是 这个重点就是 年轻人不在乎 你们经常都很痛心疾愁 你不能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会令你们吃虧 其实说到最后 真的是你自己吃虧 你说来说去都是你们大人自己的利益 那 为什么会有hippies的generation 为什么会突然多了一个generation 其实最根本就是 因为他和你的利益是不重叠的 就是当你和他的利益不重叠 你所有的评估就会错了 好 这一节就到这里